陸政司林济国司长 委员有一点礼貌 人家都有帮你们拍手 你们也帮官员拍拍手 来 马规会直觅 李明慧直觅 公务总局赵新华局长 观光局薛卫军局长 内政部营建署 阮中批副组长 警政署刘正安科长 卫生福利部家庭署 宋继宁科长 法务部刘英秀参事 好 现在请议事人员 宣读本日的会议讨论事项 第一案至第三案的案由 一 继续审查委员李昆哲等16人拟据 停车场法第32条及第4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 二 继续审查委员洪次庸等16人拟据 停车场法第32条及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三 继续审查委员燕一金等18人拟据 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页已寻达完毕进行逐条审查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进行讨论四项的逐条审查 并进行协商 同时请议事人员宣读条文及提案 协商中不休息 文言李昆哲等16人提案第32条 汽车驾驶人于公共停车场 应应规划至位置停放车辆 如有任意停放至妨碍其他车辆行进或停放者 主管机关 警察机关或停车场经营业 得进行将该车辆一致适当处所 前项任意停放如为占用身心障碍者 专用停车位置停车场经营业者 应通报主管机关 警察机关 第二项占用身心障碍者 专用停车位置 整用道路加通管理规划条例第56条条规定 文言红车用等16人提案第32条 汽车驾驶人于公共停车场 应依规划至位置停放车辆 如有任意停放之妨碍其他车辆进行或停放者 好 开始 32条停车场法 我们其实都大致都跟行政部门协商过了 没有问题的我们就快速让他通过 但是今天有一个修正动议 是李昆哲委员的修正动议 请问交通部有看过了吗 赶快研究一下 我们一边进行 那请其他的同仁去研究一下 昆哲你要不要简单说明一下你这个今天提出来的修正动议 好 谢谢主席 我们交通部的同仁 那今天我们针对第32条停车场法第32条提出修正条文 以及第40条之一也提出相关的修正条文 那有关于第32条 这是有关于汽车驾驶人与公共停车场 应依规划之位置停放车辆 如有任意停放 制妨碍其他车辆行进或停放者 主管机关警察机关 那我把它修正为 再加上一个停车场经营业 停车场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进行将该车辆移至适当场所 或限制其移动并得收取必要之处理费用 另外修正的内容如下 入外停车场所有人管理人或经营业 对依法明定提供特定对象使用之停车位 遭违规占用者应善尽排除之责任 那第一项限制移动方式 及必要之处理费用由主管机关定之 那这个主要的 我跟大家简单来做一个说明 就现有的路外停车场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路边停车场跟路外停车场之不同 那我们现在的路外停车场呢 碍于场地的因素 大多无法进行一致 在路外的停车场 车辆占据我们身上朋友的停车位 你要移动的话是有困难的 那导致呢 占用无法处理 所以呢 我们认为应该要在这边有个修正 让我们的停车场的经营业者 能够进行必要的处置 另外路外停车场 除了经营业外 那我们交通部是认为只有经营业 但是我认为呢 还有其他公有或私有的停车空间 是提供给公众来做一个停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例如百货公司 例如大卖场 例如餐厅相关的停车位 因为我们只对经营业者去做限制的话 那这些大卖场 百货公司 应该都要提供相关的停车位的话 都没有包含在里面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那我们希望新增停车场的所有人 跟管理人都应该担负跟经营业 相当的一个责任 那基于路外停车场 应提供特定对象使用之车位 如伸脏车位 履招占用 我们应该要求停车场所有人等 应该善尽排除的责任 那主席我们是一条一条来 还是四十条来 以上简单的先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 行政部门有没有意见 首先谢谢委员 我想把这个原来是针对停车场经营业 也就是路外的公共停车场 有收费经营的这一个业者 就是赋予它可以来针对违规占用的车辆 限制移动并收取必要的处理费用 扩大到这一个公共路外停车场以外的 包括建筑物附设停车位 或者是卖场或是百货公司 那这个部分现在问题就是说 因为停车场法它相关的这个后续这样第四章的这个奖励跟处罚 都是针对路外公共停车场 也就是说停车场经营业者 可以它这个经营管理的责任 那现在如果我们在第32条 把停车场所有人或管理人也就是衍生到没有收费 也就是没有停车场经营业者在经营管理的这些 这个公共停车场都把它纳入的话 那实务上变成后续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以及等一下配套的40条之一的这一个 它没有善尽这个责任的处罚 变成会有困难 因为那些卖场 这个包公司它的那一个没有这一个收费停车 它的主管应该是回归到建筑法 建筑法去做规范 那我们停车场法事实上针对的应该是刻意 给予这个停车场经营业者这样的一个责任 跟它如果违反规定的一个处罚 停车场法它设计的是针对停车场经营业者 有收费的 市长 我们有一个身心障碍权利保障法 它里面有定一个办法 就是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位设置管理办法 这个设置管理办法 它是依照身心障碍者权利保障法 第56条第三项规定定定的 这个相关的专用停车位设置管理办法 在里面的停车场管理人员 在里面的第14条 这个管理办法第14条 那违规占用路边停车场身心障碍者 专用停车位设依停车场法第32条 规定办理 其实就已经排除了你相关的这个疑虑 这个你简单说明一下 我现在讲就是说实务上面 比如说这一个有一些大厦 它用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奖励办法 它去增设的这一个公共的这个停车场 那这个部分它如果未来我们把它纳入 我们这个停车场法第32条去做规范 刻意它这样的一个 当然可以这个限制移动收取费用 以及它如果没有去排除 我们要刻意它责任 那这个部分由所谓的 我们的这一个地方主管机关的 这些所谓的停车场管理人员 去执行可能有困难 我来说白话一点 昆哲委员 这样因为我们本来的你也是你的案子 有清楚的说到是占用身心障碍者停车位者 就是身心障碍 但是你今天的修正案并没有是这样说 你今天的是特定提供特定对象 使用之停车位遭违规占用者 那个包括在里面 包括在里面 但是这个包括在里面 我们没有意见 我们是怕除了身心障碍以外的特定对象使用 刚才工部门所讲的是 比如说大楼他们自己 另外P的 就是访客停车位 对或者是什么商家商家上下货或者是什么奖励的所以多出来的车位是给甚至将来工业大家下管理条例可能管理委员会自己可以停车停可以订定规则说这是我工业那些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才可以停的等等的怕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公权力的执行 要去调还要加负费这个我们还赋予他法律上的权利 跟主席简单说明这个有关停车场法第32条里面的相关的修正文字其实在之前有跟交通部的同仁有做过沟通对话 交通部跟你们沟通过你们现在又有意见 这个文字也是 这个文字也是跟我们讨论之后才定案的 报告委员 刚才我们现在是在讲那个第32条的那个第一项 第一项的部分原来是没有把停车场所有人或管理人 这个纳入只有修订后面这个最末段或限制起移动并得收取必要的处理费用 这个部分我们非常认非常赞同 但是现在就说把停车场所有人 现在我们现在把这个在广义的解释已经扩大到说一般的 像卸货的停车位或者是一般大楼所谓的有所公有的什么人家来拜访 但是我们主要别忘了我们修正这个文字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大卖场 百货公司 餐厅等等 这些都必须要设有相关的身心 身障者的这个停车位 这是我们立法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我们要鼓励并且保障我们身障者 能够开车到外面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停车 这是一个文明进步社会必须有的基本元素 我们不要再用其他的 那我们再看文字怎么去做修正 好来 汪荣山委员 汪荣山委员玩陈欧波的郑宝钦 你没有开麦克风 好 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 做李坤泽委员跟我讨论过 那在这里面之所以做这样的修正 然后不只是针对身心障碍停车位的这个部分 去做说明 事实上也是在实务上面 不只身心障碍停车位会被占用 会被阻碍 我们一般的路外停车场的停车位 也会不依规定去停 那然后再相关的就是说通道 也会有相关的妨碍等等的 这样子的状况产生 我们授权让就是说所有人 或者是主管单位的话 可以据此来做相关的处理 那包括就是说公寓大厦的这一个部分 如果无论就是说住户或者是访客 他们不按照这个大厦相关的就是说规定 来停放车辆 譬如是送货的车辆占用住户的车位 或者是住户占用公用的送货 或者是聆庭等等的车位 让主管让所有权人 所有人或者是管理者 他能够有权利来做这样子的执行 否则现在按照现行的规定 他只能够一致 他只能够一致 事实上如果只能这样子做的的话 对违规者来讲他只是另外找人趴车 而且就是说他要帮他脱掉等等去趴车 这样子的就是说修订跟改正的话 修正的话事实上才能不仅仅仅解决 身心障碍停车位被占用的这一个部分 也包括其他的问题也可以一并做解决 这个执行上面有什么困难吗 他要说明 对了好不好 陈后部委员讲完你再回答好了 陈后部委员 上次执行的时候有提到 最主要是现行的法令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针对擅自停车 残障车位者没有办法处理 你说只能用搬移的方式 怎么要搬移 车子也不能进去 脱掉车不能去 人也搬不动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处分 擅自停占用这个残障车位者 第一个 第二个停车场管理人当然有责任 所以这个是这两个部分 我赞成这个李昆哲委员 后来就加了这个有关经理者组分 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 否则的话这种情形没办法解决的 郑英鵬委员 有关于这一条第32条的修正 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一条里面 加上说停车场经营者 都得以限制其违规停车的限制其行动 移动 然后并收取必要之费用 用这种方式处理 这个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查过除了公家机关之外 我们没有授权任何 任何私人私人或法人 可以去限制他人财务的移动 提醒各位 所以这条将写下去 修法这个法就授予私人有公权力 这会有危险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条上面 不好意思 稍微有先说明一下 我查了一下我们相关的法规里面有 收取必要之费用的这个法例 有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 然后有毒性化学物质管理法 然后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处罚条例里面也有 全部都是主管机关 才可以去收取必要之费用 所以如果在这条 32条修正案 我们把停车场经营业者 都可以限制其移动的话 这个几乎是违宪的行为 所以在这条上面 我觉得请大家斟酌一下 交通部提出来的版本 是大有问题的 不是 这不是交通部提出来的版本 是宁昆哲委员跟交通部协调过的 这个部分跟主席跟所有同仁报告 这个部分限制其移动等等 这个交通部也应该都有请教过法务部 认为没有问题 这个交通部来做简单说明一下 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 我想刚才委员指教 就是我们确实针对 身心障碍者尊重停车会 不管它是位在所谓的 入外收费的公共停车场 或者是其他的私人附设的卖场 或是建物的停车场 都必须要去做一个保障 但是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是讨论修停车场法 那因为当时停车场法在立法的时候 它实际上对于这整个 所谓的停车场的一个管理 是分成建物的 附设的这一个停车场 它的管理是回到建筑管理 营建管理 那我们的这一个停车场法 基本上是针对有收费经营的 入外公共停车场 它的经营管理的一些责任 跟它如果违反的这个罚则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第32条 这个第一项或者第二项 原来是只有针对 客与这个停车场经营业 这个主体把它扩大到停车其他 包括私人的这种停车场 它的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话 那事实上这个在执行上面 或者在整个当时立法的一个目的生命 事实上基本上是不符的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 可能我们停车场法的修正 还是回到我们停车场法 它规范的主体对象 是针对停车场经营业 它有经营这个 入外收费停车场的业者 我来试着做一点折衷的修正好不好 那个我们把那个停车场所有人 或管理人这几个字 化掉 然后呢在这一项的 那个第二修正动义啦 离婚者委员今天提出来 就是在这一段的最后 兵德收取必要之处理费用的后面 加上一句 如为占用身心障碍者 专用停车位者 停车场所有人或管理人 亦得依身心障碍法 身心障碍什么 身心障碍者权力保障法 为之 就是它可以根据身心障碍者 保护法来移动这个车辆 这样可以吗 就比较限说 这样怪怪的 因为身心障碍者 全域保障法里面也没有罚者 对啊 又体会到身心障碍 这个就是 这样身心障碍法 依这个的话 它就可以移动它的车辆 或者是就不用再提到身心障碍法 因为它要身心障碍法 是依据这32条 所以就不用提身心障碍法 我们就先 如为占用身心障碍者 专用停车位者 停车场所有人或管理人 亦得为之 这个像主席报告 像主席报告 如果说再把这个 回归到原本的停车场法 第32条 那其实就是它只对经营业者 去做部分的限制而已 我们对于其他的 大卖场 百货公司 大餐厅的停车场等等 我们还是无法去保障 我们身障者朋友 停车的基本的一个保障 去大卖场 现在大卖场 你看这都大排长龙 然后百货公司 假日也是 那身障者的朋友 他们要开车 要停车 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要保障 他们能够基本走出户外 跟我们大家过一个大家庭 同样的生活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目标 就会受到这个冲击 如果是大卖场 那个部分我是建议 应该是不是回归到建管 的这个法令里面去做处理 因为我们停车场法 我刚才跟各位报告 是不是请营建署代表说明一下 谢谢 各位委员还有交通部长官 因为我们建筑管理是管理建筑物的结构安全 那这些内部的使用 我们不会去做管理的事项 就好像里面如果有一些打麻将 或做一些违法的行业 我们也不会建管单位出去去 设计好像又在里面 我们不会去管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是规范建筑物 你应该要设多少停车位 来提供这些住户 使有人使用 但是没有在管后续的那些事项 以上报告 这个 其实不管在研究以外 请你们也研究一下法务部 这个 我看起来就不止只有对身心障碍 在第二项的时候 他这里经营对依法明定提供特定对象 使用之停车位照违规占用者 我刚刚说的这一句 就好像不只有身心障碍 这个这样下去会有问题 我补充报告一下 第二项 后面他规范所谓的被占用的车位 是用所谓的依法明定提供特定对象 使用的停车位 这个包括身心障碍这个专用停车位 以及儿哨法 他现在已经有通过的 针对孕妇以及育有六岁下育童的 这一个停车位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当时也就是因为有考虑到 要把它一边拿住 可以接受 那你所谓的这里就是对依法明定 就是这里已经所谓的依法 就是不是 那他如果依供应大下管理条例呢 那这个 对啊 我觉得这个部分 交通部要担起应该有的责任 保障身障者及我们很多的特定对象的一个 基本停车位的一个保障 那在这个部分 不要再把它提给说 要提给身心障碍者权力保障法 身心障碍者权力保障法 它是一个对身心障碍者我们的朋友 重大权力保障的一个重要的规范而已 你不要把什么东西都要保障 在这个基本的法律的重要的规范里面 它是重要的宣誓跟规范 不是什么细则什么都通通要塞在这个 身心障碍者权力保障法里面 第二个也不要再把它要提给营件署 你看你提给营件署 营件署赶快又把它提为给你们 你们是在踢足球吗 所以我们交通部就要担起这个基本的责任 我们今天最主要就只有这个32条 因为41条 40条之一是罚者 所以不要连这一条都没有结果好不好 怎么样修正 主席 我是支持李昆泽这个案 我还是说说 他的罚者最后潜力还是在政府机关 你要定义 我现在有很大问题 他在大卖场里面 他亲在乘车 都没人法导 大家都没法导 造成整个刺激的大 对 我知道 我现在是说对了 我现在是说处罚的潜力还是在行政机关嘛 所以到最后定的罚者还是在政府机关 我说听你这个没有过去 我说听那所有的 输人的停车庭都大亂了 他就亲在去停嘛 不然你要怎样嘛 要不然你怎么样嘛 好 现在他如果授钱他说你可以移动他 欸 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嚇阻作用 比如说我不能亂停啦 不可以把他停车位置 有的停车位啦 通通停走 停走我就跟你移 那我在想 虽然是这样 但罚者到最后的潜力 不是授钱给私人公立可以允债还 不是嘛 到最后还是授钱给 给我们的政府机关来决定处罚嘛 我想说这最大的问题是掌 所以我李昆哲提这个案非常好 所以我们要支持他 这后边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已嘛 我想就是说 我们不是授钱说你那个业者 随便要罚多少就多少 不是这样嘛 罚款的潜力还是回到政府机关嘛 好啦 来来来 我们那个助理之间有做一个协调了 这样啦 我们 我刚刚说的那个第二项划掉啦 就是说 依法民定提供特定对象使用 这个范围太大了 这个不行 这个将来还会有发生出来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因为真的就遇到公益大厦 我有遇过管理委员会自己话说那是他们的 那现在公益大厦管理委员会很大 我们知道 这个不行 那我们第一项 我们没有第二项 我们第一项就照这样 把停车场所有人或管理人 这几个字化掉 然后后面加 如为占用身心障碍者 专用停车位者 停车场所有人或管理人 亦得为之 说明 我给你 你那张 可以吗 这个呢 行政部门这样 然后我们这样修 然后第二项化掉 所以呢 第二段就变成第二项叫做前项限制移动方式及必要之处理费用由主管机关定之 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违规太阳呢就是还是一定要供权力要主管机关要警察机关要停车场经营业 这个这个违规太阳是他们去认定 那占用身心障碍者呢可以处理的主管机关警政机关警察机关停车场经营者 跟所有人管理人都得为之啦 这样好不好 说这样 对对 可是政府单位他不会去寻查这些地方 没有啊现在就让他可以了 除非对就是说 他不会下去 去特别去寻查相关的停车场 那这里面的话要不然就是要刻意 以相关的管理人或者是所有人他要有通报的责任 就是我所设置的无论是身心障碍停车位或者是亲子停车位被占用了之后 那然后我就要通报 好警察机关或者主管机关来无论是开单一致或者是上署 我有但书就是后面那个 如为占用身心障碍者专用停车位置 停车场所有人或管理人易得为之 可以 不行吧 易得为之 赵伟那个我们的易得为之是对哪一个行为 就是占用身心障碍者 如果他们这些民间人士可以去做这些作为的话以后的纠纷不得了喔 所以本来他们交通部提出来条文跟这条文刚有提醒过说我们没有办法授权 没有办法授权私人 对个人对个人财产的限制啦 这个会有很大的问题喔 但是因为我们 我们脱掉 好 陆政司专门委员有意见 请他说一下 我想跟委员补充说明 在第一项这边 原来我们32条这边就有赋予停车场经营业 他可以把车辆移制 然后我们另外在定型化契约里面有定就是说 那你这个部分因为会排除 伸脏车位占用的这样的一个作为 你可以收取必要的成本处理费用 本来就有这样的机制 那现在只是加了另外一个工具 叫做它可以加锁 那处理成本会更低 那未来我们会在定型化契约里面有比照就是说 他可以去收这个处理费用 更低的处理费用 那这不叫做处罚 因为这个叫做是说 因为你违规 很好很好 我问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没有移动它 但是他给它加锁 然后他为了要开它 要开锁它来了 就知道车是谁了 就开罚 这样的意思 不是开罚 就是因为对它收处理成本嘛 因为我人要特别要为你加锁 这样的一个服务成本 那也要罚 当然要罚 那违规停车为什么不罚呢 罚是另外一个 罚是在40条啦 现在讲的是讲说 赋予经营业者他可以去处理 但是业者他不能对消费者去处罚嘛 所以说这边是讲处理费用 那处罚是另外一个 处罚是警察 对啦 我说明一下 如果你是在定型化契约里面 那就是 等于说你去到人家停车场里面去 那双方的业主跟停车者的契约行为嘛 消费关系 对 消费关系嘛 你现在把它定到这法律里面来 你说把它加锁 这就限制人家财产嘛 你哪一个法律里面 你其他法律里面 有没有个人 私人可以对其他人的财产 限制过他的行为 限制过他的行动或行为过的 就是你举得出其他的例子吗 我就找不到啊 所以你今天要回避 你用法律用语说 这叫做修取相关费用 如果你对违规停车人来说 你就是处罚我嘛 你有办法解释说 你有办法跟消费者解释说 这不是处罚吗 你就玩这种文字游戏会很危险喔 因为你写到限制这两个字了喔 你找出其他法律来说 个人可以对其他个人 做限制的处分 其实这样啦 我的意思其实跟 周云鹏委员比较相近的啦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啦 现在我们就是民主自由国家嘛 你知道 这跟极权国家最大不同是这样 被处理的虽然他错 但是他一定会这样做的人 会去占用身心障碍停车会的人 脸皮大概也就比平常人厚了 所以呢他要有什么动作我们不知道 那他如果去要求视线 这可能真的会有违线的问题 譬如说公权力 你一个民间的业者 虽然我们这里赋予他有这个权利啦 但是你公权力的执行 要授权给一般的民众社会 所谓经营者 这个如果他真的去提示 我不是大法官啦 我不知道视线结果会怎么样啦 但是真的很可能 我跟吴言简单补充说明 第一个目前大概现行的规定就是 已经赋予可以把他这个车辆财产 动产可以去移植了 那另外只是说 因为很多食物亭都没办法进去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作为就是说 那我给你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也可以把他限制移动 但是当然会有一些配套措施 配套你要告诉他说 你已经违规等等 我们大家的好意 我们大家都了解嘛 你让他去移植 问题是他去移植 只有得罪客人 他不太想去移植 我说经营业者 那你跟他讲 得收取必要处理费用 那他可能就要去移植了 我们现在要授给他这个权利啊 那这个会不会造成纠纷很难说 我真的也觉得会 你不要说什么 你就给他收个300块 我看他就跟你在那里先 报告主席 那华物部洋昌市不是在这边吗 简单说明一下好不好 是 那个针对第一项的部分 我们今天看到交通部的建议条文 跟李伟远的建议条文 只多了一个第三项的 针对32条文 只多了一个第三项的处理费用 那据我了解 我跟交通部的沟通的结果 他们对于这个违规行为人的处罚 他们是希望在生权法里面定 那在停车场法这边 他们要规范的对象是业者 所以他们想要双头进行 所以我们这边停车场法 要处罚的对象 要管制的对象 要规范的对象是业者 那行为人 开车的驾驶人的部分 交通部是希望在生权法里面 去另外定规范行为人的部分 那如果说这个条文 是要规范业者 搭配后面的罚则 要处罚业者的话 那其实我们现在对照 现行条文跟32条 交通部的建议条文看起来 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处理的机制 最主要的是 要针定第二项的处罚 第二项的管制行为 对业者的管制行为 我们对不起 我们能不能先看一下 那个李昆哲委员 条文的第二项 跟那个交通部建议条文的第二项 最主要现在要规范业者 所以要科与业者一个 行政法上的义务 然后违反这个行政法上义务以后呢 才有后面罚则的配套财阀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规范业者的义务 我们希望业者做哪些事情 这一点就很重要 那现在交通部建议的条文是说 它要善尽排除的责任 也就是说交通部业者要对于 占用停车位的这辆车 要尽到善尽排除的责任 那我这边有一个意见 我事先有跟交通部沟通过 这样的一个善尽排除责任的规定 有点空泛 搭配到后面的罚则的规定 到时候会产生诸多的争议 譬如说业者说 我已经通知他移开 他不移开啊 可是我已经善尽责任 可是主管机关认为 你这样不算善尽责任 所以如果要具体一点的建议呢 交通部的说明栏 说明栏的第二点 在第二页 以交通部版本的第二页 在说明栏的第二点 他所谓善尽排除责任呢 譬如说他希望业者应该 要标明这个是专用停车位 要标明说你违规的话 罚多少钱 要做这些标示来提醒业者等等 那这边的比较具体的建议说 能不能把这个善尽排除责任 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 干脆在条文里面定得清楚 告诉业者 你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好 我们休息好 做文字修正跟交通部去协商出文字 再来休息 先详见 7号 4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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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 4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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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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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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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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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